墨影 冷浴 薩小辣 拌茶 或者凍拌茶也可以 大家記得這些香音的廣東話 當然記得 今天要講這個題目 就是為大家非常喜歡的 譚仔 沒錯了 譚仔米線 是香港真是很出名的 食物來的嘛 是不是呀 大家都記得 我們有空無事就去光顧一下譚仔三哥 譚仔米線 有關於這個故事 可能有些朋友都會知道 兩兄弟不和 但是整個故事是怎樣的 其實是關於一位譚澤群的先生 這一位對食物非常堅持 一個很出色的 廚師 他整個人生的奮鬥故事 所以大家在墨靚和洞靚茶的時候 要記得 他的來源都是來自這位 譚澤群先生 話說 譚澤群先生 原本他父親是一個 國內的地主 他早父都已經是做地主 因為文化大革命 大家可能在國內下來的朋友都會有經過這些 租賊的經歷 於是他們 所有地產 所有什麼都沒有了 批鬥當然是這樣的 然後譚家就決定帶著子女走呀走呀走 當然是偷渡 真的跑步就行嗎 從廣州 就來了香港 1960年的時候 這位譚澤群先生 只有兩歲 兩歲仔 就跟媽媽一切 爸爸一切 和家人 就來到香港 他小時候 很擅長做飯 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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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天才 所以呢 自小 他就是家裡的飯菜 我搞定 煮了飯 令到一家人 吃得舒舒服服 他總共整個家人 後來 有八口人 六兄弟姊妹 兩個 一到爸爸 一個媽媽 一個人煮飯 都不簡單 那麼 在14歲的時候 因為早年期 那些人都是這樣 就已經是沒有工作了 沒有讀書了 就去 工作了 14歲開始 告別學校 中學校還沒讀完 去爸爸 開設那些 一家工廠做野金工人 野金啊 打金啊 這些 這樣的事情 一邊做一邊做一邊做 其實是一個普通人的生活 日出而作 老爸做生意 人工便宜一點 就頂得住了 肯定地熬來 動作 我們小時候就是幫爸爸做生意 到我30歲的時候 沒得做了,想做都沒得做,為什麼? 因為全部工廠都適合了,搬到北上了,你們還做什麼? 家人不用錢都不夠,國內的人不夠便宜 生活費貴 於是 沒得做了 就要想一下,有什麼辦法呢?搞什麼好呢? 那時候就知道整個市場都做工廠的,全部都一潭死水了 那麼 陸帝 就叫做譚澤強,他有三哥 這個譚澤群 陸帝譚澤強,阿強哥 他就跟他說,你小時候不是很喜歡煮東西嗎? 12、13歲,整家人的飯都已經煮完了,那你煮東西就可以了,不如我們去開餐廳吧,這個辦法有得考慮 於是 三哥家餐廳,是不是有得考慮呢?香港人喜歡什麼?茶餐廳 他就 創了一個名字叫 譚仔茶餐廳,沒錯啦 譚仔茶餐廳就在他們30歲的時候 建立了出來在荃灣的 我又 未見過在荃灣有一間譚仔茶餐廳,可能已經煮了很久了 三哥就負責做大廚,然後煮一煮,給客人吃 誰知道 非常不成功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口味也不是茶餐廳的口味 人家都不喜歡吃這些 奇奇怪怪的,很快就做了 結果 並不成功 很快就可以撿了 撿了 怎麼搞呢 他說 只是舖子撿了 但是你的租餐廳還在這裡存在 就是撿了這個茶餐廳 是不是很想 還有什麼方法 去搞出路呢 於是三哥就說 我很喜歡煮咖喱的,咖喱店啊 咖喱 咖喱很好吃 於是他就做一些 煮巴斯基斯坦的咖喱 那時候 就把茶餐廳 不做了 炒咖喱,做咖喱 餐廳的位置也不做了 不做門面,因為為什麼要請客人 沒有,只是做外賣 因為那裏是近工廠區的 於是 做咖喱牛腩 咖喱牛肉飯 咖喱魚 總之賣三十多元 這樣 就去賣 搞一下搞一下 是很受歡迎 但是 人客很快都是 差不多 沒什麼出頭 兩個月之後 又玩完 第二次 倒了 又在幫茶餐廳 又倒了這道咖喱 都不行 於是倆兄弟就 跑了 在荃灣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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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 如果再加上港式的車仔麵 有沒有得想啊 功夫加足球有沒有得想啊 這個米線再加上港式的車仔麵 配不同的那些 送菜 有沒有得想啊 立即走去 這個 街市 找一下 老闆 當老闆 什麼叫米線 有沒有得賣米線呢 米線究竟是什麼來的 那時候呢 香港來說呢 大家都是 不清楚什麼叫米粉 什麼叫米線 喜歡吃的很多時候 東莞米粉 就不同米線 米粉和米線究竟有什麼分別啊 三哥就開始學了 原來呢 米粉呢 就是先把米 煲成飯 把飯呢 拿到機器裏 打成粉條 於是乎就變成 米粉了 然後呢 所以吃下來就比較粗 米線就不同了 Rock 米線呢 在去米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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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lphone 厚地打成粉 這樣 粉就會滑 所以會變成粉 弄模糕的 肉弄模糊的 好 打了粉 接著加一點水 然後呢 再把 米 去地上 興建立在機 лю口 壓成 因為透過管狀的壓迫,有些熱力在這裏,把米線弄熟了,所以拿鹿就能吃掉了 因為 這種打成粉狀的模式,令到米本身有些嚴硬的狀態,而且會變得很濃烈 口感完全不同了,所以把餐廳再改,改成賣米線 開始經常有幾十人在店鋪外面等,但是他又發覺 都是搞不定的,因為一過了這個午飯的時候,每個人都回家 做給予人,晚餐也沒有人 他們發覺,好吃也不行,只是做下午餐,賺不到多少錢 選錯店 這個地方,真的不是 做一些 做一些餐廳的好地方 要再想辦法吧,還有 第一間 這些 譚仔雲南美線 在1996年 出現了,他們就在長沙灣 永龍街1號 開業 頂了一間 店舖來做 叫做 譚仔雲南美線,但是因為開始的時候 沒有錢嘛,所以 都沒有說怎麼裝修 之前上手是做那些潮州粉麵的,算了吧 還用那個格格,換個招牌 就開工 這樣就節省一點錢 當時的股東主要是 這位 很喜歡煮食的 飲食階級奇才 譚澤群先生的三哥,譚澤群 還有陸帝 譚澤強 當然 還有 找到他 四妹妹妹夫 周志明 一起去做這個 這個 店舖 那麼 大家都想著,做米線 很特別的 希望將這個米線推廣出去 用這個車體麵的形式 新的模式 希望成為這個 粥粉麵飯 新的潮流 還要吃粥,不要粉麵飯 要這個米線 希望 成功 好了 由於你沒有 裝修這個店舖 店舖就是 舊的模式一樣 接著有個 阿伯 就走進來 他以前 就是 吃開這間 潮州粉麵的 坐下 然後做他 解釋 給客人聽 哎呀我們做米線的 怎樣怎樣 你可以加些什麼料 接著那個阿伯 聽完大論之後 這碗牛腩可我 麻煩 對他來說 你要扭轉他 相當困難 相當困難的 不好意思 先喝一口水 說得多 是證明了 喉嚨開始經常乾 以前 大家很少見過喝水 現在真是 說一次要喝兩三次水 好了 那麼 其實做第一間店都很辛苦 為什麼呢 米線的時候 還沒興起 亦都大家不太認識 怎麼可以搞這個 加這些車仔麵的 不同的菜式 再加上這些米線 於是 很難可以 養活到一家人 於是乎三哥 就沒辦法了 收檔之後 或者中間還沒開檔之前 走去 做一下 夜間的士 有時候 商場 洗一下地板 也要 有時候還要收一支紙皮 總之 能夠幫補加計 頂住先 沒辦法 他們堅持 希望我們可以在這個米線街 這個飲食街 用米線 衝出去 打出一個名堂 出來 那 終於有一次 有個食客就說 吃完之後就稱讚他們 我吃得出 你們的誠意 嘩 這一句說話就轟 令到 三哥很開心 因為為什麼 那麼辛苦 搞這些米線 原來真的是 有人欣賞 劉靖堅 做這個YouTuber 有人欣賞 很開心 不過很快 我沒有他那麼久 那麼 終於 三哥因為喜歡煮食 搞一些新鮮的東西 混合四川麻辣 和雲南米線 一起搞來 做一個 大家自選堂底的軟造 成為了 麻辣米線 這個招牌厲害了 因為香港人很多人喜歡吃辣 麻辣米線 從來沒有試過 車仔麵形式的 轉了面 做米線 跟著 滑滑的米線 還要麻辣 還要加車仔麵的菜 哇 新呀新呀 又便宜 於是 開始 受到歡迎 那麼 整家人 大家各自分工 三哥當然是大廚師 搞你的廚房 六弟負責管理一下 推廣 策劃 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麼 那麼 初期其實還有 六弟的兩位同學 入股 那麼後來他們就退股了 那麼 開始的時候你知道 大家沒什麼錢 盡量找多些人 為大家幫忙 大家做一些小生意 那麼他們看到 沒什麼差不多 那就走啦 那兩個人真是 哈哈 人生最錯 你知道 審了那些股份 很少啊 放在那裡 好 因為廚房很小 於是 似乎 他要做米線 同時他要做 烤雞翼 那麼因為呢 廚房當然要有抽起線 那麼當時有烤 香草雞翼 麻辣雞翼的時候 那些香味就臭了 抽起線 抽到外面 街上 嘩 那些廚家人 聞到很香啊 經常都說 咦 這裏很棒啊 這裏很香味啊 慢慢慢慢就多些人去光顧 但是你知道 店舖只是小 你要賺到錢 就要維持 加計 不容易 所以你儲存 儲不到什麼錢 結果 搞到 做了5年時間才可以開 另一間店舖 這些是這樣的啦 即是手作生意 但是亦都告訴你 只要你 真的抓到那個效果 慢慢 是可以有機會做大 到了2000年的時候 剛才說的那兩位 六弟的同學 就決定退股了 退股了就有錢 有位置在那裏 跟著這位三哥人 是很好的 那麼他就想 哎呀我那個五弟 他還有一個五弟 即是 他沒有什麼 不太行 不如 叫他入股 給他 給他一部分股份 讓他可以 入賣這裏 因為這裏賺錢 那時候已經有12間分店了 不如叫他一起入股 人家看到12間 多好就賺錢 就走了 那兩個人 那麼 五弟你入股 五弟就 好吧 於是 在2000年的時候 正式 加入 這個 米線的這個店 然後他就在一起 家族四個人 在2003年 註冊了 同心飲食有限公司 而這個三哥 又將 做一個湯底 其實你做這些 最重要的湯底 秘方教了給 五弟 於是 家人 於是 有了更多的兄弟手足幫忙 然後繼續開很多分店 之前的股東 入錢 他不想做 不可以 於是 弟弟 進來 大家一起 總之 不斷地開這個分店 那麼 這個嚴重問題是因為他開了一間有限公司 那麼 家人總共四個人一起去投資 即是有個妹 和妹夫 即是三兄弟再加一個妹夫 於是 就沒有辦法 簡單一點 一人25% 就很肯定這三哥是一個很單純的人 他想著 怎麼會有什麼所謂 大家是弟弟兄弟 誰知道 就是這個錯誤了 因為大家都是 差不多這樣的股份 結果 結果 就有些分歧 喂大哥 你不是大股東 我怎麼聽你說 為什麼你不聽我說 什麼意思 而且生意越好 生意越好 結果 大家就 非常之 不是那麼like 有些磨擦 譬如說 普通應該這麼裝修 我覺得這樣好 你這個 你這個 我覺得這樣的錢沒問題 很多這些麻煩煩的東西 你知道廚師 最重要是做好的廚房 搞一些東西 出品要好 但是 其他弟弟就說 我未成功過 現在我拿著一下 我要成功 我當然不是啦 我要話事 怎樣怎樣 大家有磨擦 最後 去到2008年的時候 算了 那就不如 大家 分手 那位妹夫就跟 後來加入 這個 六弟 擁有了 他們合作那間的同心飲食 有限公司 就創立了 這個 譚仔三 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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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哥 離開了 自己做譚仔三哥米線 那間公司叫譚仔飲食發展友人公司 當時有12間的分店 大家 一人六間 不要爭 故事就是這樣 終於 三哥 就拿了自己的六間店舖 自己去經營 這個 譚仔三哥米線 故事這裏就到了第二個階段 因為 三哥就自己研發這些東西出來的 他就說 我獨自擁有的 但是這個 五弟就說 那個秘方其實是爸爸流傳下來的 大家更加無忍 兩家人從來都不再 聊天 不再見面 那麼 那麼 這個就沒得爭拗啦 因為你都 把秘方告訴小孩 結果就兩方面 各自去發展 都開了很多間 三哥這個 很發燒的煮食的人 當然 因為你對食物 發燒 不只是米線 那麼簡單 雖然有秘方 但怎樣去其餘的肉食 怎樣配搭 等等 都是一個技巧 所以 他一直對食物 一直要求很高 以及研發一些不同的新的口味 你想想 每一天 他可以發展到有幾十間 各自都幾十間的店舖 你想想 每一天有 幾十噸 這些在工場 運來的米線 送去 旗下那幾十間的米線舖 多誇張 他就算 每一天可以賣到 五六萬 碗 米線 因為有五十幾間 那時候 後來到了七十幾間 各自都有 那麼多 一年賣到 2000萬碗米線 多誇張 營業額 去到 七億五千萬 真的很誇張 那麼你可以看到 原來 因為當你 盈利的時候 你的分店一拆開 你每一間都盈利 鎖出來的 因為你的生活費 是這麼多 你不會突然高了很多 那麼 加上乘數 效應得很嚴重 那麼這個也是很多人為何會做這個 連鎖的原因 但是當然 這個就是 你能不能控制到食物的品質 這個就是很重要 這些 就可以了 因為他很簡單 主要是湯底 米線是工場出的 工場做的 中央控制了 然後 就算那些 配件吃的 其實都可以 在工場做到一定程度 然後加上 加上去 這個 你整個 流程 流線 做得好就可以了 你一定的保持溫度 這些路 不可以 熱一熱 再加上去 沒有那麼 太大的難度 最主要是他醃 煮的 效果 大家已經研發了時間 諸如此類就可以了 那麼 辣度 因為他又研發了很多不同的辣度 那些人主要是 吃果的味道 所以比較容易去控制 這個就是 為何很多餐廳 只是做米線 然後就是 那幾種 二三十種的 不同的食物 味道 來自最重要的 例如家鄉腸 魚蛋 麥魚丸 那些食物 那些食物 又是原味 你是湯的那碗湯 那個味道 所以 那碗湯就重要了 為何研發是那碗湯 你只要搞得到那碗湯 就可以了 那你只要每間店 檢查清楚那碗湯 是可以的 到時多久 又加點水 什麼東西 你研究到那些人 即是 其他 西餐廳有很多不同的 種類的食物 每樣東西都不同 你不是說 同樣的湯類 那你就掛了 太多了 所以你要記住 飲食就是 你能不能夠有一個 很簡單的 即是單一的 簡單的 食物種類的模式 去表現出來 所以為何車仔麵是成功 原因是因為 他不需要搞過那些 食物的味道 其他就慘了 其他隻隻的食物的味道 都不同 哇 你有時間搞 那終於就 很成功了 每一年都 7億多的 營業 那麼 連續三年入選了這個 Majerian的 美食介紹 於是 更多人 慕名而來 哇 好厲害啊 大家曾經試過用 淡仔和三哥 兩個米線來去找 不同的食客來去比較一下 結果三哥也是比較厲害的 以三倍的票數 完全壓倒 所以三哥 和六弟 創立的 米線 三哥的米線 是完全壓倒這個六弟 即 所做到的米線 六弟還是五弟 剛才說五弟 我記得是五弟 哎 是鬼蛋 那些資料經常動來動去 有時候 有人說 我說錯 是呀 我最心會說我的故事 鬼 二三四五 你真的 多麼多 大哥 好了 兩家 最後都是 搞這個 麻辣米線 因為湯底 都差不多 於是 其實都吸引到的 因為香港 你難道特地 走去另一條街吃嗎 也差不多 遠近就OK了 但是大家都會說到 三哥的食物的質素 他控制得更好 即是腩肉 又會好過其他 米線 又會滑一點 真的不一樣 那麼 當然 三哥就弄了一個墨頭來 令到大家又很開心 接著還請了一些 大輕音的 中勒小勒 說來說去的 很有趣 於是大家把這些 坦仔的 姐姐 說的話 就變成了 這些 在網絡上面 變成了這些潮語 當然就很厲害了 越來越來越來 今天就宣傳出去 當然最重要 當然是 彭澤群先生 我認為 他是一個 代表人物 香港 飲食界 突然間有一個人 在搞細鋪成功了 這個真是 很難得的啦 去到90年代 不是從以前 很難搞的啦 很多 這些大快樂 大快活 大快活 大家樂 這些東西 撐住你的嘛 但是 他們不用心做好的食物 這些就不一樣 所以我經常說香港要少點 大哥 真的 香港政府真的是失敗 好 然後當然 大家會討論一下 什麼大中小辣 原來這個 三哥就說 他說不行的 香港人就不要吃辣的 所以我把小辣分成 十個級別啊 一小辣 二小辣 三小辣 所以 這個人 是聰明的 真的 他知道口味 因為他本身就是吃東西 很有感覺的人 所以這些真的要 找這些聰明的人 然後又說 他研發了土匪雞翼 因為土匪就是 湖南一帶的特產 就是土匪雞 大家知道土匪雞 肉又特別亂 然後又有新麻的 感覺 他終於帶來了 引入了你 他說 你以前喜歡吃的麻辣 還有香草雞翼的人 全部都變成土匪雞了 土匪雞好吃 這個三哥 有料到的 所以大家要支持一下他 不過他卻有 他說現在 你說雲南米線 雲南米線有什麼好吃的 你試一下去雲南米線 為什麼 他先放一些肉 然後放一些米鮮 然後放一些米鮮 倒倒在湯 湯得60度 哎呀 效果當然是差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放這些 維南米線 香港就沒有人吃了 不可以的 口感 所以這件事 真的要懂得煮東西 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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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做得到 而 這個 兩兄弟 互相對壘 的米線 終於 有一個 原廠的結局 怎樣呢 就是 去到2017年 5月15日 日本的 遠歸祭免 這個母公司 東利多 用了10億的價錢 和五弟和四妹 買了 譚仔雲南米線 的股權 買 好 全部 收購了 同時另外 在12月1日 他又用11.1億 多一點 就是多一點幾億 就向三哥和六弟 買了 譚仔三哥米線 即是說 兩邊 總共108間 抱歉 每人五十多間 兩邊總共108間的分店 全部一次過 立了 而日本的東利多這間公司 擁有了全香港 佔了70% 的 米線生意 厲害吧 一間都每年幾億生意 兩間加起來 真是誇張 成立了 譚仔國際 你想想 2017年 他們做第一間的時候 是1996 短短的時間 已經可以把一間的米線舖 變成一大堆 價值 220 1.1億 很厲害 是不是 當然拿著錢 退休 還不用說那麼多 所以不用做了 譚仔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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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難度 譚仔國際 他統一了之後 然後 搞了 不是1808間 他們自己 再搞 一路跟著 現在 開了72間的 譚仔 雲南米線 又開了72間的三個 米線 總共 148間 還有一間在深圳 譚仔餐廳 還有新加坡三間 譚仔 我在新加坡的時候 我見過一間 但是我沒有理由 去新加坡的時候 特地吃 男仔米線 在香港 玩東西 在2020年 順利 都去到 2.3億 順利 你要記住 之前剛才說的 但是 是凌硬硬的 順利 去到2.3億 很誇張 當然 那時候是升的 後來 因為疫情 就跌了 但是 他的 反助率 都是很高的 每日都有 2.8至3.5次 也有很多人 去光顧 譚仔米線 那麼 這個故事 差不多結束的時候 就發覺 原來 三哥和他另外一位弟弟 五弟他們拿了錢之後 分別不停買物業 包括在2018年 用5600多萬 買了旺角的複式單位 然後 在尖沙咀明柱 用1.6億 真的 有錢了 十幾億 買了 這個應該是個妹 譚艷萍 四妹 買了一個 單位 九龍堂 又是賣了一個 洋房 1.7億 就是 掃了演之後 然後 就賣了很多 物業 然後 他們又賣了一些舖子 當中 他們自己一直經營的時候 又 買舖子 不用給人家租 他也賣了 四千多萬 買入 九年 賣了很多 賣了六千多萬 他們又繼續租 比較有趣的情況 就是 他們 搞定了 這個賣盤之後 其中三哥就去了 台灣生活 曾經試過被人訪問 原來 他兒子在那邊也在開 拉麵店 就沒有做 米線 就是這樣 好了 這個 譚仔三哥的故事 令我覺得 是一個很精彩的感覺 就是 香港 一個 完全對 經濟 他不是很認識的一個人 他純粹是 以一個 廚師的感覺 就走去做 真的可以 為什麼呢 他真的 做到自己的心目當中 想做最好 好色的東西 於是乎就會得到 食客的認同 但是當然 雖然如此 但記住 當中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你知道 做飲食 就一定要做連鎖 你才能賺到大錢 那怎麼可以做連鎖呢 就是這些食物 可以有一個很穩定 就算你在其他店鋪 可以穩定 出產 而 味道是不會怎麼變的 即是說 你不用找一些很厲害的廚師 在中央的廚房 搞定那個湯底 搞定那個 米線 這樣就行了 米線的質素 彈口的程度 滑 那樣 做好 因為在工場 都可以做到 那就全部混進去 工場 店鋪就不用做廚房 他只是煮 牛丸 那些 那些 不要 撈架做 差不多 這樣就容易 就不需要很厲害的廚師 於是 其實你要記住 你要做什麼生意的時候 你要想 最終你是怎樣 你要做大的 如果成功的話 究竟你的生意有沒有機會做大戰 如果沒有的話 你做樓有什麼意思呢 還是你 想著只是做一間 對不對 所以之前大家說過 你看到有些 不同的做西餐廳的形式 農場 為什麼他會倒閉呢 因為你要靠廚師 去做一些不同的扒 有不同的類型 你就死了 即是扒王之王 你比較好質素的扒 差一點的質素扒 也是那個廚師 但是 你也靠廚師 喂 你五成熟 他給你七成熟 我們經常去吃 都有這種情況出現 那你來說 你滿意嗎 當然不滿意啊 大哥 我吃五成 好吃一點 有一點點煙韌 你肯定 整個肝臓 我怎麼吃 所以你要去做一個生意之前 你一定要想清楚 整個結構是怎樣去發展的 如果你發展不到 你就做不到 而這個三哥 我老實說 我覺得他真的好運 他選到這件事 他當初當然沒有想 怎樣再連鎖 沒有的 沒有 純粹自己 做間店鋪可以成功 但是他這隻生意就告訴你 是可以連鎖的 明白嗎 還有什麼 知不知道可以連鎖 甜品就可以 因為很大部份的甜品 其實 他可以在工場製作 因為是冷的 不用即場做 那你就做完之後 運到店舖 但是 甜品很難做 為什麼呢 之前也說過 甜品那個 成功關鍵 不是 只是做個食物出來那麼簡單 在於 能夠做到生意的時間 就是晚飯 人家吃完飯之後那段時間 你只有很短時間 但是那段時間就堆壞人下來 你的舖位有沒有 機會可以被他撞 撞爆 行不行 有沒有吞吐糧 即是以前 法記 在深井那裏 他的位置就行了 突然間有一個大個位置 或者用別人隔壁的舖 可以跟他講講 因為 晚上沒有開了 他已經 用得到 但是反過來 在市區 就很難做了 所以你看到很多市區 那些甜品店 是比較難做的 你一定要做每一個生意的時候 你想清楚 究竟 他的 特別成功的關鍵在哪裏 他可不可以 讓你撞大他 如果你不可以的話 你要想一下 你是不是想著賺錢 對不對 你 想不到一個長遠的發展 你是做不到 這個是一定要 事先策劃好的 你一定要 計算到 我可以控制到 你看 譚仔那樣 他可以控制到 湯 然後控制到 米線 然後就簡單了 其他東西 不是 你要大廚才能做到 因為大家 吃那些雞翼 都可以有一個方法 去做到 不是一個難度高的東西 明白嗎 是要湯而已 你搞得好湯 其他東西 就搞定了 當然啦 一定會的Quality 不會是一個 很好的廚師 即時給你做 做得那麼漂亮 但是起碼 他可以用一個 平價的價錢 讓你吃到 你滿意的 食品 因為是平價 這樣就可以了 其他要再打他 很難的 為什麼呢 他這麼大 規模的 去做法 例如包括 廣告 他的推廣的能量 還有 他們的品牌 再加上 他拿的食物 他的Quality 可能會好一點 機器用得好一點 又加上 他的價錢又便宜一點 你變成其他小的 就很難 這就是 成功的 就 不像 其他人做的食物 你記住 香港人吃東西 要多元化 但是同樣 你怎麼可以在多元化 不能夠 令到 廚師 去主宰了 最後的 產品出來的 Quality 這個很重要 不要找一些專業的 你找專業的 就把所有的能量都放在廚師上 做不大 就像 做兩頓飯 你做得很厲害啊 什麼的東西 就是你做 是不是 做死你 不斷炒 不斷炒 其他人不會炒 他沒有你那麼炒 對不對 那 你就很難再過度很長遠的事情 所以這個故事是說什麼呢 我希望 你們 不要像 啊 啊 譚仔三哥 撞出來 現在 我不是叫很多人去做這個YouTuber 對不對 我就說 喂 你要記住啊 每天要推出很多條片 要不然你罵不到觀眾 你 我 我 會在影片中解釋 為什麼 你記住 你 譬如你很簡單 有些人就 我做訪問 訪問嘉賓 就像是文盡的訪問嘉賓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訪問那麼多嘉賓 對不對 你受賞比你聰明了 你就是電視台 我訪問那麼多嘉賓 但是 新鮮感就沒有了 不停都是這樣 那就糟糕了 很快就沒有了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 究竟你怎樣結構 你的 就是 你的內容 就像我一樣 我每天要推出幾條片 我都要推出不同的內容 給大家去挑選一下 有些人會看完的 有些人會看部份 一定要迎合到不同的人 才可以推我 不是說我全部都做了 開始做的時候 我都要想 怎樣我可以長遠去經營 這個 我的頻道 而不是說 我的頻道是短線了 我做得很高 我現在看到很多 例如你看到Doodoo 很厲害的 以百萬計的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到 Doodoo的帳戶 他收了多少 你按下去看看 在社交平台 幾千元 你想想他百多萬個 但只有幾千元 就是因為 他很久才能推出 所以 Doodoo不是賺錢的 他是開心 OK 如果你想說我這樣做的 你就做吧 如果你想賺錢 你想做好一點的 在收入 你會想到 這件事 我怎樣長遠去 run 我都可以run 得到 這件事 很多YouTuber 正在做的 都說 謝謝劉先生 你告訴我 怎樣去做 對呀 還有 記住 跟 做雲南米線一樣 記住 不要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 要做 市場喜歡做的事 你做些內容出來 是給市場 你說我很喜歡做什麼 我很擅長做的事 沒有意思 你很擅長的事 別人都不要 要別人做什麼 你不擅長的事 市場要嘛 市場要你不要給他 你擅長不擅長 做到擅長 對不對 訓練到自己擅長為止 但是你要記住 市場是市場 市場就是要他自己要的東西 這個市場 就告訴大家 三個 這個米線 他整個策劃 中了 對不對 但是從中 記住 再說一次 要了解 我們穿透性 裏面說到 做食物 跟做所有事 一樣 開始想定了一個 長遠的計劃 是可以延續下去的 這樣才是一個 有計劃的 計劃 好的計劃 這樣才是 OK 希望你喜歡這個 探仔故事 希望你喜歡三哥這個故事 希望你點贊 訂閱 拜拜